大家好,又是我翠雞腿貓 今天帶大家來到深圳會展中心的白玉串城 今次我們去白玉串城位於卓越燕湯的分店 去卓越燕湯的分店方法都很簡單 搭深圳地鐵去到會展中心站出 我們是A1出口出的 跟回地圖走大約10分鐘就到了 卓越燕湯除了白玉串城之外 還有大家熟悉的海底撈 泰爾村菜魚,陳彭彭潮山菜 大家進入商場後上一層 走前一點就會看到白玉串城的店 大家可以用微信去拿定位或者點餐 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大家可以去大眾點評 搜尋白玉串城 其實有不同的優惠 例如用82元的優惠價買他100元的代金券 還有他們也有二人三人的套餐 如果平一去 他有個工作日五時燒烤的雙人套餐 188元 有幾款的烤串 也有炒飯 也有飲品給你選擇 我們今次主要想吃烤串 所以沒有點到他們的雙人餐 單點那裡要留意 有些味道 有些菜式 最少四吋或五吋去點 桌面有垃圾桶 還有籤子桶 籤子桶其實是說你吃完的烤串 那支籤你可以直接放進去 就像現在看到這樣 直接放進去就可以了 餐廳的環境其實很舒適寬敞 不會有一種很局促的感覺 所以我們都很喜歡這個環境 碰完很快就給了一些葉蘿蔔 大豆 我們省省的位置 也有一個調味料 給你點烤串 有分特辣料 香辣料 和芝麻料 特辣料 是給一些喜歡吃辣的朋友去點 中間的香辣料其實不辣 也很香 我建議連芝麻料 要一起點烤串 更加好吃 烤串點完都很快上了給我們了 我主要就點了他們招牌的烤串 白玉串 也都點了鰻魚串等等 現在畫面看到的那麼多的串燒 白玉串城最吸引最過癮的地方 你就可以自己放一個山的烤串 在這個自動的烤串機裡 由山慢慢煮熟 過程大概10-15分鐘左右 你可以慢慢看著它自己旋轉 當然如果你不肯定 這個串燒吃得了 其實店員都會幫你去燒 或者幫你去看看 看看吃不吃得了 燒好的烤串 其實你可以放在爐上的假度保溫 不需要擔心燒好就要放上碟式 你可以慢慢地繼續燒其他的烤串 放這些烤串其實都要放在對位 烤串其實有一個齒量 你要剛剛放在一個洞 它運行的時候就會慢慢地旋轉 就好像現在畫面一樣 白玉串城的服務員 他們的服務都很好 他們經常走過來看看 你的串燒燒成怎樣 你就不需要擔心燒過濃 或者燒得不好 我先試鮪魚串 我自己覺得味道是一般的 可能我自己習慣了 連鰻魚汁一起吃 然後試這個爆汁的牛筋丸 我又不覺得它是爆汁的 普通的牛筋丸 這個是牛肥腸 吃起來硬硬硬硬的 我反而很喜歡這一款的烤串 這款是白玉串城的招牌烤串 招牌的白玉串 它的肉質也很鮮嫩 還帶一些肉汁 如果喜歡重肉味的朋友 值得推薦這個烤串 羊肉串一般般 沒有什麼肉味 沒有屋燒烤的羊肉串 可能更好吃 其他烤串 我覺得味道一般般 所以我就不特別在這裡多說了 反而我就推薦大家吃這個 石子白蜆子 味道很鮮甜 裡面沒有沙 很乾淨 如果大家喜歡吃蜆的朋友 這道菜式就適合你了 最後我們兩個人就吃了150元 不是叫了很多東西吃 如果大家想吃多一點 叫餐是一個好選擇 但是我們自己有些菜式就一般般 所以就決定單點 最後來個總結 如果本身你是喜歡吃串燒烤串 也都沒來過白玉串城的話 你可以來一試 當見識一下吧 又或者呢 如果你是一大班朋友 去白玉串城吃東西的話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它環境其實都很寬敞 而且你可以邊經濟邊看著 串燒烤 我感覺挺好的 又或者你本身好注重衛生 乾淨 白玉串城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它的衛生水平做得相當之好的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分享影片 讚好我們的影片 如果對我們的頻道有任何的意見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